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 預言故事 真是專為小朋友而切? 超合金玩具 配搬你我成長 到了現在 都可以有價有市 那依索預言 會不會都可以有 它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呢? 帶你進入最赤裸 最貼近沿著的 依索世界 聽完之後 不知道你又會拿到些什麼呢? 從前有本依索預言 兩隻糞金龜 話說有隻牛 住在一個小島上 有兩隻叫做糞金龜 就是靠這隻牛 的糞便生活 冬天來了 一隻糞金龜 對著另一隻說 我想飛去大陸 為了令到你可以單獨留下 食物又充裕一些 我自己過到那邊過冬 如果我能夠在那邊找到豐富的食物 我一定會帶一份給你的 所以他真的去了大陸 不過他發現糞便真的很多 但是又很潮濕 於是他就留在那裡生活了 冬天過去 他又飛回到島上 一直在島上另一隻的糞金龜 看到他回來 長得又漂亮又大隻 就怪他了 明明說好了說帶一份給我的 怎知道什麼都沒有 你不要怪我 我原先真的是這樣想的 你要怪的話 就怪自然定律 那裡只是閒堂食 都不給我外賣 我怎麼帶一份給你呢 衣索先生說這個故事 想說有些友誼 只是在於飲食 其他什麼都幫不了手 糞金龜 看東西不要看表面 只是我見到 我覺得 我認為 故事裡面其中一隻糞金龜 餵著另一隻糞金龜 有飽足的食物 帶著未知的因素 去外面找食物 可惜食物只能夠 留在那個地方帶不走 另一隻糞金龜 還投訴他 生得漂亮了回來 但是忘記 當初說會帶食物給他 其實 留在那隻糞金龜 一定有足夠的食物 他非但沒有感謝冒險 走出去找食那隻糞金龜 還要埋怨他 唉 人生中有幾多朋友 親人 為你的益處所作 你自己是不知道 也都還要埋怨他呢 試下在不同的角度 用眼看 加上用心去感受 為擁有的感恩 學習好好地珍惜 不要刻意地 去找些矛盾位來投訴 破壞了關係才行 我是港女蘇薇 留在島上的那隻 叫小超 出去找吃的那隻 叫小明 大家說說道理 小明 我不相信你是一隻無情無異的金龜 如果你真的這麼反骨 如果你對小明 真的完全沒有感情 你又何必回來被他罵呢 外面的世界大把食物 何止刪得你又油裂又壯實 分分鐘被你建立到一個牛訓王國 真是開心到做夢都笑醒了 你當時還要這麼捱意氣 寧願自己承擔風險 都不想跟小超搶東西吃 有骨子有骨氣啊 小超這樣罵你真的無理取鬧啊 都說了潮濕落 怎麼帶回來呢 帶回來你都吃不到了 有些金龜啊 block了一對耳朵 不聽就是不聽 解釋就是掩飾 沒辦法啦 誰叫他把所有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你是他可以堅持過冬日動力 因為他相信 只要一過了個冬天 他的老友就會拿著大包小包回來和他團聚 有福齊齊響一起吃好東西 唉 這個期望真的太大了 我是你就寧願一輩子都不回來 起碼他還會有一半機會覺得 嗯 小明為了搵食 在外面受盡風吹雨打 真是好辛苦 不知道他找不找到牛市呢 都沒有彎轉的了 有種關係 就好像堵穿了的泡沫 你怎麼努力收復 都收復不了 與其再為自己留下這麼多遺憾 不如接受一個事實 就是不要對任何人有過多的期望 大條道理去生一個無情無異的人用什麼呢 天天罵他都還可以啊 但是 你生得下一個 心不由己的人嗎 那就麻煩了 是生不下的 不過 以後還可以做回朋友嗎 預言故事 真是專為小朋友而設 聽完之後 不知道你又會拿到什麼呢 歡迎收聽從前有本 衣索預言 有本 衣索 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